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两句 he is relatively smart 或者he is comparatively smart 这两句如果独立都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用relatively或者comparatively 你应有一个很明显的比较才行 举个例子 你说John一个人 你可以说John is smart 或者John is not smart 这样就可以 如果你看到John一帮同学 他在容中佼佼的 你可以说John is relatively smart 即是已经有比较 如果你很勉强地赞John 你可以说John is fairly smart 如果John的确是帅子 你又不想过赏他 John is rather smart 记住你面对他说你 你想赞他美 你千万不要说You are relatively beautiful 你比较美 一定要很冲心地说You are beautiful 英文有些形容词可以叫做绝顶形容词 因为是没得比较的 好像perfect 完美或完善 unique 独一无二 ideal 理想 看例句 This plan is more perfect than the last one 错 perfect 无论比较 如果坚持比较 This plan is better than the last one This book is very unique 这样都错 为什么呢 因为very就有比较的含义 所以就这样讲 This book is unique 就够了 第三个例句 The new house is more ideal than the old one 错 ideal已经是理想的了 没得谈的了 怎么比较呢 如果要比较呢 可以说 The new house is even better than the old one 或者就这样讲 The new house is ideal 本来记住这些绝顶形容词是不难的 毕业毕业他们母语经常说 这家屋比较理想 这个计划比较完善 这本书比较独一无二 因此会影响我们的英语 E-V-E-N到even 或者将第二个音词缩成一个鼻音 even 夜晚刻的字呢 只有两个音词而已 头一句就是eve 第二个是ning 不要说evening 夜晚刻和人打招呼呢 就要good evening even可以做副字解甚至 或者更加 看两个例句 第一句就是 This dress is better than that one 这里呢 只是讲比较 没有提到两件衣服 究竟是好 或者是不好的 看第二个例句了 This dress is even better than that one 这里又不同了 这件衣服比较那件更好 言下之意呢 两件都是好衣服来的 总之记住呢 凡是比较用到even 或者中文那个更字呢 一定有一个既定的标准的 你对着一帮 就来饿死的人 你对着他们讲 明天会更好 其实是很不通 也是侮辱来的 你说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就可以 Tomorrow will be even better 其实就是侮辱 为什么呢 难道饥饿边缘是好事呢 有个学生考试顺利过关 He passed the test 这个simple sentence 讲出一个基本的讯息出来 如果你想认识一下 可以用一些副词 比如你想讲 他勉强过关的 He barely passed the test 如果你想讲 他轻易过关的 He easily passed the test 如果是说信心十足 这样过关的 He confidently passed the test 怎样都好 千万不要说 He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test 这个就是逻辑问题 不是语法问题 Past是成功 不pass是失败的了 所以如果你说 He successfully passed 等于将成功的意思重复了 successfully 于是就是多余的 有人认为这样的加强语气 其实就是滑舌添足 所谓成功过关 successfully passed 如果可以接受 那么失败过关 是什么呢 既然是失败 何以过关呢 我们经常听到人说 成功登月 成功创造 成功完成 听得多 似乎没有什么 但是千万不要招逆成英文